这才是当下年轻人的阳台 1.不要阳台推拉门 门洞做半壶造型 阳光能直接洒进客厅 2.不装老式晾衣架 难看还影响采光 不如不要晾衣架 美观更明亮 3.不做老式洗衣池 储物空间少 卫生死角多 台面总是乱糟糟 也不用红砖包管道 而是先包隔衣棉 底下气地台 包管做立柜 上面放洗衣用品 下面隐藏洗衣机插座 记得要横着装 线路不转弯 再去掉底部 还能放小件工具和清洁用具 4.定制洗衣柜 嵌入洗烘套装 高柜放布常用杂物 中间设计抽拉量一架 既方便日常晾晒 收起也不占空间 5.角落预留插座和上下水 预买武林馆 装个壁挂洗衣机 下方定制洗衣池 底下嵌入扫地机 搭配抽拉洞洞板 日常用品顺手拿 记得柜门要缩短 扫地机进出无遮挡 6.窗边装褶叠亮一架 枕头鞋子都能亮 平时收起省空间 7.另一侧坐办公区 学习办公两不务 底下嵌入旋转发台 方便喝茶看风景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